第十五集 靖国君想在薛剑城 一个木客对他劝阻说 您没有看到海里的大鱼吗 海网照不住他 鱼钩也牵不住他 然而他一离开海水 连小小的蚂蚁也可以置他于死地 今天的齐国就是您的汪洋大海呀 您能长期掌握住齐国 又要薛城做什么 如果失去齐国大权 即使把薛城城墙气到天上 也保不住自己 靖国君于是放弃了扩城计划 靖国君有四十个儿子 其中一个地位卑贱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田文 田文风流通达 富有智谋 他建议靖国君广散钱财 蓄养心腹之事 靖国君便让田文主持家政 接待宾客 宾客都在靖国君面前争相称赞田文 建议让他做继承人 靖国君死后 田文果然接班做了薛公 号称孟长君 他四处招揽收留各国的游士和有罪出逃的人士 为他们添置家产 给以丰厚待遇 还救济他们的亲戚 这样 孟长君门下收养的时刻 长达几千人 都各自认为孟长君亲近自己 因此孟长君的美名传遍天下 陈司马光曰 贤德的君子收养世人是为了百姓的利益 一经说 圣人收养贤良人士 恩责给予天下百姓 世人中贤良的人 道德操守 足以匡政风俗 才干足以整顿刚技 见识足以高瞻远瞩 洞察一切 毅力足以团结人人致士 用到大处可以有利于天下 用到小处可以有利于异国 所以贤德的君子 用丰厚的俸禄来收养他们 用尊崇的地位来礼待他们 蓄养一个人 就能使天下百姓都普备恩责 这是养贤之道的真谛 然而孟长君的仰视 不分聪明愚笨 不论好人坏人一概收留 他盗用国库的兴奉 竭力自己的私党 孤名钓鱼 对上欺瞒国君 对下盘剥百姓 真是一个尖雄 绝不值得送扬 上书上说 商周王是收留天下罪人的窝主 藏污纳垢的匪朝 孟长君也正是这种情况 孟长君代表齐国前往楚国访问 楚王送他一张象牙床 孟长君令登图纸先护送象牙床回国 登图纸却不愿意去 他对孟长君门下人公孙虚说 象牙床价值千金 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我就是卖了妻子儿女 也赔不起呀 你要是能让我躲过这趟差时 我有一把祖传的宝剑 愿意送给你 公孙虚答应了 他见到孟长君说 各个小丙家 之所以都严请您担任国相 是因为您能扶住弱小贫穷 是灭亡的国家复存 是后四断绝者延续 大家十分钦佩您的人意 仰慕您的廉警 现在您刚到楚国 就接受了象牙床的厚礼 那些还没去的国家 又拿什么来接待您呢 孟长君听罢回答说 你说的有理 于是决定谢绝 楚国的象牙床厚礼 公孙虚告辞快步离开 还没出小门 孟长君就把他叫了回来 问道 你为什么那么趾高气昂 神采飞扬呢 公孙虚指得把赚了宝剑的事 如实报告 孟长君于是令人在门上贴出布告 写道 无论何人 只要能弘扬我田文的名声 劝指我田文的过失 即使他私下接受了别人的馈赠 也没关系 请赶快来提出意见 陈司马光曰 孟长君可以算是能虚心接受意见的人了 只要提的意见对 即使是别有用心 他也予以采纳 更何况那些毫无私心的尽忠之言呢 诗经写道 采集慢经采集土瓜 更好更坏不要管他 孟长君是做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亚度 韩宣慧王想让公众公输 来分别掌管国家政事 征求谬留的意见 谬留回答说 不行 过去晋国重用六家大臣 而国家被瓜分了 齐检工让陈城子和看旨分别掌权 而自身被杀 魏国任用西首和张仪 结果沦湿了西河的大片领土 现在您打算两家并重 那么强的一方 必然会在国内接党营私 弱的一方 便去要寻求外国支援 群臣中 有在党内接党营私 欺凌主上的 有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 您的国家就危险了 接养